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,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落后的国家了,依然成为一个国家大国,国际地位也一直在提升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许多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仓宝的,想要来到中国挖个属于自己的财富。 就像有位印度的美女就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城市做了一个男票,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南方主要发展的都是一些贸易业的,所以很多没有高学历和经验的人都会选择来到南方这边,凭自己的努力,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。 这位印度美女也是一样,她没有很高的学历和经验,有的只有区别与中国姑娘的印度无关,这也在一定程度,上位她加分不少。 她选择能来到一家对外贸易的公司,在这里她能用上自己的英语与外国人交流,也还能够勉强生活下去,但是想要在一座大城市生存下去,也哪里是很简单的事情呢? 这位印度美女为了节省一些费用,租住的是离公司有点距离的房子,每天都得起早赶地铁和公交,长期离往,她也觉得非常的辛苦,觉得在大城市的经济压力太大了,特别是像她这种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的外国姑娘。 后面有人问她的时候她更是表示,我觉得压力好大,不过非常喜欢中国,还是想要留下中国,希望嫁个中国男孩,以后就能在中国定居下来了。 虽然因为异国的原因一直没能实现,不过我们也仍然相信,她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生倦侣的。 的确,在大城市生存压力是很大,不过我们仍然要怀抱希望,因为明天总是美好的。 你觉得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